美国联系们大家好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物业今天有一个新举措 就是在我们这个物业门口 留了一个临时的停车位 为啥呢 就是要方便咱们广大业主 来我们物业办事的时候 好临时停一个车 这个消息今天刚公布出去 黄小黄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赵康子 你给我留一个位置 那个车位是我的 我一会儿要风驰电车的开车去找你 我说啥事啊 他说有大事 我告诉你赵康子 你要不给我留这个停车位 他就关系到我个人的形象 以及隐私 还有第二 就是关系到咱们物业的安全 以及你个人的安危 第三 就是关系到我的人生 能够挺多久 这还不是最吓人的 最吓人的是他最后来了一句 否则 嘟嘟嘟嘟嘟嘟 他就挂电话了 你就多下去 否则 他把电话挂了 你万一他否则了 你咋整 我跟你说这个停车位 得给他留下 哈哈哈哈 这什么玩意 一惊一乍 给我自己也吓一跳 干啥 我想问你 你干啥呢 我给黄小黄留这个停车位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爱情道路 就像你的事业一样 一个坎 接一个坎的 赵经理 你一定得帮我 你知道 这么多年 秘密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今天给我打电话 求我帮助他 你知道吧 知道咱有车位 让我帮他站一个 你说 我俩是关心 是不是 今天你得帮我 把这个车位 让给秘密 好不好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你此时此刻 这个情感 我是能理解的 我知道你喜欢你 但是这个车位 得给人家黄小黄留下 凭什么 我跟你说 你听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 刚才黄小黄 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一会儿找我来 有大事跟我说 他说了 要不得留这个停车位的话 这个事就能出了 他说 第一 它影响我的形象 以及隐私 第二 就是关需到社区 以及我个人的安全 第三 最关键 他说了 关系到我的人生 能够挺多久 而且他还说了 否则 他就嘟嘟嘟嘟嘟 他就挂了 你说否则 他万一否则了 还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会了呢呀 对呀 所以这车位 得给他留下 你说呢 啥也别说了 这个车位 就留给黄小黄了 赵诚理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一小脸 大一味琴的事 还是能干得出来的 你知道吧 啊 哎呀 好样的 我跟你说 好 你今天你可让我 对你刮目向另眼看啊 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今天你这个脸 你一点都不小 你非常大 哎 什么意思 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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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带油彩 好样的 什么意思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 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吧 做好事 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是 就你这么干涉 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当上副经理 哎呀 这个不好心 这个酸 你想想你 我当副经理了 咋的你退休了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 我就不能升一级 哎呀忘了 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 忘了还有正经理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 你就当正经理 就你这话 就得当正经理 哎经理啊 我要当正经理 不是 那个 我田经理 嗯什么指质 嗯 好的 我马上去 好嘞好嘞好嘞 行 你放心吧 马上到 哎 我去了啊 哎对了 那个 这个车位是谁的 黄小黄 你小脸 接 你干啥呀 你心里炸的 尊敬的业主 黄小黄女士 请您验收你的车位 呀 训练挺有素啊 受谁指使啊 赵副经理 呀 赵副经理 请 请办事啊 还请办事 啥事我都知道了 刚才跟我说了 啥事 说你有重要的事啊 就是什么 哎呀 什么你 什么隐私 什么 啥隐私啊 什么反正安全 事实安全 他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你呀 后半生 要是没有这个牌位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了 我后半生 有这个牌位 我才活不了呢 哦 车位 这是 这是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你知道吗 你这傻 啊 啊 到他玩呢 你 我周高总 我不说严重点 他能给我留车位吗 他的驴皮 进一上来 什么人说话 他听 哎 不是 不是我没明白 哎 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就是我我我我到我那是隐私 我没有的事 你的意思 我逗他玩呢 那你的意思 就是假的 那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啥意思 咱俩扯犊子呢 是不是啊 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 那叫啥呀 套路 漂亮 完美 哎 黄小黄女士啊 你看见前面那个路了吗 看见了 哎 一直走 哎 一直走 对 别回头 一直走 怎么了 简直走 然后又转就到你家了 赶紧回去吧 好 好 余小良 你傻意思啊 没啥意思 我告诉你 这个车位不是你的了 现在 这个车位是我的了 是你的了 对的 那是赵刚子让你给我站的 错了 现在我余小脸 是为正义而站的 行 行 那你告诉我正义是谁 你正常点行不行 谁不正常了 喂 秘密啊 我在车位这呢 来吧 这个车位我给你站定了 好了 完美 行了 哎 余小良 行啊 我不能站这个车位 你能给秘密站 是不是 对呀 人家有正经事 你们有正经事呀 行 余小良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跟赵刚子啥关系 呀 我摆造型呢 你个 就是物业与业主的关系 不对 那啥关系 说不清的关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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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